中文字幕——YK 这么多的气体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菜花 洋葱 豆浆 韭菜 日常蔬菜为何变成凶险食物 吃完中午饭以后下午长肚子 就是肚子长得鼓鼓的 我们来看一下食物产气的排行方法 大医生现场神奇测试 揭秘家中排气的救命方法 三块多钱一瓶 真的管用吗 真的管用 泡沫减少了很多 基本没有了 瑞尔市健康屋提醒您马上播出 我是大医生 欢迎收看北京卫视 由北京同仁堂家卫逍遥丸 独家光明播出的 我是大医生 大医生 好浪漫 今天是有人过生日吗 王丞刚 没有 这就是我革命的浪漫女精神 今天王丞刚 特地给月月准备的礼物吗 好浪漫 好像似曾相识 不是在偶像剧里常常有吗 对 哇 好浪漫 对 陈刚想用这种气泡的这种感觉呢 告诉你啊 我们每个人的肚子里 可能都有这种气泡 每个人的肚子里都有这种气泡 我觉得这是唯一一次 月月喜欢的一个礼物 对对对 他终于明白了 我这边你的智商感觉到多急 但你刚才说什么 每个人的肚子里都有这样的气泡 是的 肚子里为什么会有气泡 实际上你如果看X片的话 你会发现每个人的胃肠道当中 都会有大量的气体 进到你的胃 进到你的食物当中 最后排出来 等会儿 蓝主任 我说的是美好的气泡 你说的是肚子里的气体 对 还要排出来 对 那不就是屁吗 王丞刚送给你一个 屁吗 假设演播室是我们的肚子 就会有一样的很多气体 存在在我们的肚子里 是的 没错 正是 看这是我们正常的 鼓舞的X光片 大家看这个黑颜色的 像黑色的气泡一样的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 肠道里面的这些气体 正常情况下 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的肠道里面 都存在这样的气体 但是如果这个气体 它存在的量 超过了一个限度 就可能会出问题 甚至有可能要了你的命 这么可怕 有气就排出来就好了吗 其实有了气以后 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 是有腹胀的感觉 但是这有什么样致命的关联呢 我们找一位观众分享一下 什么情况下 它会负胀 它是不是感受到过肚子里的那些 并不浪漫的气泡 来 哪位观众跟我们说一说 出完中午饭以后 下午长肚子 然后晚上睡觉以前就放 而且排气特别 味儿特大 就量很多 对 味儿很足 下午开始胀 然后睡觉之前 就一定要把它排出去 放完了以后肚子就不胀了吗 对对对 以后每天都这样吗 几乎都是 谢谢阿姨的分享 先掌声感谢一下您的缓层 来 请坐 我们还有没有观众分享 土杖的经历 早起有时候打嗝 嗝 嗝嗝 打好一个 有时候肚胀 就是肚子胀的鼓鼓的 有时候晚上吃完饭 我必须得七点钟指持溜去 我就这样 这样 扭 原来一边走一会儿 咚咚咚咚咚咚 排完了以后特别舒服啊 特别舒服 人家老伴就说我 他说你瞧你 你老放 老房屁不好说的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 咱们可以看出来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 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 很正好 对 觉得我辅账一点 大家都有辅账 然后我排排气就可以了 我根本不觉得这是个事 但是对某些人来说 如果辅账排气 超过了一定限度 就有可能要你的命 62岁的刘女士 辅账多年 但从未引起重视 而就在昨天 她的腹部突然剧烈疼痛 家人将她紧急送往北大医院 她来的时候 表现得严重的腹胀 腹泻得特别的厉害 肚子骨得像一个球一样 严重的甚至影响到她的呼吸 医生对柳女士进行了详细检查 而检查结果却让医生大吃一惊 柳女士长腔内存在有大量气体 逐温和列级手术 刘女士将有生命危险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刘女士的体内充满大量气体 为何小小的护照 竟会演变成为一场生死危机呢 好吓人啊 存放那么大量的气体 还真的很危险 一破碎生命就没有了 一个人还能让屁憋死吗 还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 在我做护院医生的时候 接触了这样一个病人 当时送来的时候是已经休克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一个小伙子 很壮的 但是他的肚子跟孕妇一样的大 而且你碰碰那个肚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像铁板一样的硬 到了手术台上 发现他满肚子都是气 最后导致大面积的肠坏死 最后死在了手术台上 这个气啊 我们说肠道里面真的可以憋死人 我想到这时候呢 大家一定非常想知道 我们这个VCR里面的一个病人 他的肚子里面的气 到底胀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X光片 所有黑色的这些都是气团 跟刚才的那个正常人的这种气体 明显的不一样 占满了我们腹腔的大部分 所以说这个人的长腔那个机器呢 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程度 好可怕 那这么多的气体 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我们有请北京大学第一院 消化内科的王化洪主任 其实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两张片子 开始那张片子算是正常的一张片子 这个病人是个老年的病人 这种腐胀大概有半年以上了 那么他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这越来越厉害 完了这个病人就开始辗转反复 在床上就躺不住了 他敲敲他这肚子 一看这肚子跟大骨似的 没办法了 那么咱们就现在就已经上手术 把肚子打开了 大家猜一猜 打开了以后 先出来的是什么 气儿 肠子 这个肠子就全从那个伤口就全都涌出来了 气所冲大的肠子 我没见过 超过了8公分 这么粗 很粗的 就一大堆肠 8公分 肠臂会变得非常的薄 完了我们一看到这种状况 那么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再往下看 腹腔里头有水 肠子里头有水 确实是在回盲部一个很大的一个种物 一开肠子的气就都出来了 气放掉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放出了很多的水 液体量超过了5000毫升 所以我们这肚子里头很能装啊 肠子把它切下来 切下来以后 病理去看了 确实是大肠癌 这个病人可能在原来就因为局部的炎症 一个腹胀的这个一个信号 提示你要去看医生 时间一超过半年 确实长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不要小看我们这一些气体 一旦它要爆炸了 这个还是很危险 所以说这个排气的问题 腹胀的问题还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这个病人在手术当中发现 他的确患了肠癌 也就是说他这种长期的 这种腹胀的现象 实际上是肠癌的一个信号了 对对对 那我们平时不注意 就有可能最终呢 发现是得了肠癌 对 是的 这些气体它从哪来的 为什么来的 每天都有无数的气体的产生 和我们说话和饮食都有关系 再有呢就是我们肠道的一个 微生态的一个环境 这些气体平时可能和我们这些粪便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触 它会随着我们人体的胃肠的运动 那么排出去 当你发生病变的时候 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肠道的运动有问题了 蠕动缓慢 对 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本身已经有病变了 那么这个肠道已经有一定的狭窄了 就像我们这个漏斗一样 我们可能小量的往里头放水也好 甚至于食物都可以 它会从这边流出来 我们病变的肠道就由同这样 而有一个刺激以后呢 那个口可能更窄了 正常过来的气体和液体 出不去 就出不去了 就堵塞在一个地方 这一部分完全堵死了以后 肠羹组 肠坏死 肠子就全都黑了 那这时候你如果再不做手术的 那可能处于一个休克状态 最后打开肚子 也抢就不过来了 肠道里的气体究竟是哪来的 哪来这么多气 就是胃消化不好 然后经常的贬秘 造成肚胀什么的这种情况 我给您这个阿姨 这个气主要是便秘引起了肃变 哦 肃变 完了里头有那个毒气 又产生了这种有味的气 您觉得这个肃变是几天呢 几天算肃变 两天 三天都算 最严重的有一个礼拜 字面上理解 肃变好像过了夜的变就算肃变 就是你和它共度一宿的变是吗 那具体食物进去之后 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排出体外呢 当一块牛排被吃下肚后 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第一站到达胃里后 就会有大约三升的胃酸围攻过来 把它扁成糊状 三十分钟后 牛肉糊糊光临小肠 小肠马上开始吸收其中的营养 将之送入人体的血液 随后剩余的残渣进入下一站 结肠 等结肠将所有剩下的液体 吸收得一干二净 肺物就开始凝固成糞变 整个过程需要24小时 才能将消化完的牛排肺物 排出体外 那么如果这么理解的话 都吃素变了 大家伙的这个概念就 素变是毒素 只要是待一晚上 这就成素变了 超过两宿呢 那问题就更大了 三宿那就完蛋了 其实呢就是说 正常的胃肠道的运动时间 应该在24小时到48小时 这个范围内 应该算是一个正常的 超过了这个时间 72小时 可能使得我们的胃肠道里边的 有关的一些代谢产物 它的排出可能有一定问题 说到这个了 我们就说 我们一天所排出的 这个大便里的 大部分的成分是什么 体内拉下消化不了的食物吗 身体不需要的食物在粪便里 毒素在粪便里 就其实我们的粪便里面 大概80%是细菌 大肠肝 这么多细菌 我们胃肠道里的细菌 是人体里面细菌的含量的最多的地方 大便形成的这个形状 实际上是细菌纵红编织 形成这样的形状 是的 用重量来比的话 那就是说 80%的大便的重量都是细菌 对 如果说我不能及时地 把大便排出去的话 意味着这些细菌 都待在肠道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们的肠道的菌葱 可能它有一个失调 这些有益菌可能不足了 有害菌增加了 那么使得我们肠道的运动状况 和我们的粪便的排出的状况 发生了异常 那么慢的这种状况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便秘 所以长期以往 这样的菌葱的失调 可能就会发生炎症 甚至于肿瘤 讲了这么半天了 就是说 这个速便的概念 就是72小时以上 然后呢 有便秘的这个问题的人 他一直不排便 就会出现这样的 囤积在身体里的毒素的堆积 是不好的 那到底这些毒素的堆积 是不是这个气体的主要来源呢 还不是 还不是 那么到底那些气体是从哪来的呢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精彩的大片 这是一场史诗级战争的决战时刻 这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 这样的战争 在我们每个人体内进行着 每一天就要发生上万亿子 战场是曾经健康的人体细胞 其中更细微的结构 病毒 突破细胞防御 释放出克隆军队 而这支军队的唯一目标就是 增值并摧毁更多的人体细胞 导致其疾病 甚至死亡 尝到细菌界的星球大战 但是看完这个动作大片之后 我们也没有看出来这个气从哪来啊 跟我们这一群的士兵有关系 形象地说是我们身体内的细菌 那么这细菌有一部分是通过我们口腔 把它吃进去的 通过我们的胃 我们的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作用 是一个很酸的一个环境 基本跟我们的盐酸是一样的 对吧 能够把这个地板完全都给腐蚀了 有害菌 甚至于我们吃进去的一些有益菌 也杀灭掉了 这样进入小肠 我们就要说一个基本上 叫无菌的一个环境 越往大肠这边走 细菌就越来越多 那么这些细菌在我们人体当中 在肠道里面是分层的 这个相当于我们的肠壁 紧挨着我们的肠壁的这一层 应该是有益菌 双脐杆菌和乳酸杆菌 这个从我们一生下来开始就有 那么它叫肠柱菌 是住在我们身体内 保护我们身体最主要的细菌 玉璃菌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 它会越来越少 那么中间的这一部分 中性的 相当于我们人体内一个帮助 有益菌 或者是帮助有害菌的一个 集团菌 王主任 就是人的这个状况 如果是好 它就起好的作用 对 不好 它就起不好的作用 那么这一部分呢 代表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叫做大肠杆菌 如果我们大量的有害菌 侵入到人体以后 他们算第一波跟他们作战 他们作战 可能打不过他们 或者是里头还有汉奸 中间的菌来帮助有害菌 攻击 杀伤我们的有益菌 成为一场的战争 就跟我们刚才短片是一样的 如果常驻菌 能够战胜这种有害菌 我们的人体就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 如果它这场战争失败了 要么就是便秘 要么就是腐泻 有害菌基本上我们叫货禄菌 就是吃进去我们就排出来了 吃进去我们就排出来了 他们在代谢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叫做杂菌 产气特别多 那这时候我们的人体肠内 就可能气体会增加 但是打着打着就 外边的细菌比较多了 我们内部的这集团菌 可能受到了一些威胁 那我们这些气体 可能会越来越多 那这样的话就给我们一个信号 就是说你一定要帮助你的身体 来打败这些过路菌和有害菌 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明白了 这气体哪来的呀 原来是细菌打仗的硝烟 对 当第一天我们出现 他们战争的硝烟以后 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拿灭火器给它灭了 防微杜剑嘛 就有小症状出现的时候 一定要重视 比如说我刚刚觉得好胀啊 里面都是气的时候 我就要知道 我这个气是不是已经存储到了一定的量 你这样拍 感觉声音好像真的有气哦 大家拍拍看 你们是不是都有那个声音 那正常肚子里面的气拍出来 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不妨找个观众嘛 哪位观众 来 阿姨慢一点 你上述大便是什么时间呢 今天上 今天上 好 试试 听不见 很实的音 医生们在说这些我们就听不懂了 还有实的和虚的 对对对 通常是我们用医学的术语叫扣诊 你扣诊听的时候 你看这个声音 有点像比较熟的那种习惯 叫做鼓音 就是有那个鼓音说明什么问题啊 你说气 有气 有这样的鼓音 我们来听一下 有这样的声音是有气啊 没有这么夸张 阿姨有吗 有那个声音吗 没有 这两天我吃的东西比较注意 反正就是碰碰的 原来就能够自己够远 好 谢谢阿姨 好的 谢谢阿姨 等于刚才我看你敲肚子的时候 这个声音真的好鼓 真的吗 对啊 就感觉好像应该好久没有 那就算是刚才我们听到了 怀疑有这个鼓声存在 那也不能光凭这个鼓声 就判断我这个肠道里 有一些不好的气体吧 是的 除了我们敲这肚子以外 可能还有一些检测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我们三位大医生 我们去呼口气 查一查我们的肠道的一些情况 三位大医生将要对肠胃中的 细菌数量进行检测 到底谁的肠胃中细菌最多 首先三位大医生分别服用 小肠不能消化吸收的 碳水化合物裹糖 随后分别在仪器上进行吹气 当小肠细菌过多时 呼出的氢气会使机器的数值 提前升高 大医生们每隔20分钟吹气一次 每人吹7次 那究竟谁的数值最高 肠胃中的细菌最多呢 王成钢最差 一点都不意外 上厕所不规律 因为经常在手术嘛 对 急诊科医生太辛苦了 吃不上拉不上的 特别可疑 那我以后是不是 只要是规律排便 规律吃饭喝水 这个情况就得到好短呢 成钢这样 他可能他的工作劳累 生活不太规律 饮食不节 细菌的一个异常 超过三天 如果没有大便 那么肯定是便秘 但是可能我们天天有大便 或者甚至于都有点腹泻 那么也可能属于一个便秘的状态 都变成腹泻了 怎么可能还是便秘的一个状态呢 叫做隐性便秘 隐性便秘 什么意思 对 其实它最容易发生的人群 大概是在社区的老年人 就是我们去做过这样的调查 查大便 查大便的求感笔 查这个呼清的试验 那么就发现 这些老年人 所谓的隐性便秘 并不少见 也就是说 他有大便 但是他可能排不进 或者是排便费力气 实际上没有达到排便的效果 对 排得不happy 不彻底 这个隐性便秘 那既然是这么隐匿的 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 那我们就更好奇了 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隐性便秘呢 我这好像有一个东西 便便日记吗 不是便便日记 白色的逍遥 我们有这样一个例子 大家会看一下 王阿姨今年54岁 一向身体健康的她 腹部最近总是隐隐作痛 并伴有腹泻的症状 王阿姨在家自行服用了消炎止泻类药物后 病情不但没有缓解 反而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 王阿姨腹泻的次数越来越多 但每次的排便量却少得惊人 陷入恐慌的王阿姨 在家人的陪伴下 找到了王化宏主任 王主任告诉阿姨 这种症状就是隐形便秘 到底什么是隐形便秘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王阿姨患上这种疾病呢 找到我 我一看呢 老太太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 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个可能是跟我们的小药片就有关系 我们那个医院的大夫就说 那不行 这老太太这么拉膝 完了这个每天这么多次 我说一天量有多少 其实我们很注重这个量 后来呢 这个老太太就告诉我 每次就这么一点 腹泻有一个定义 就是在500毫升左右的粪便 那么是腹泻 那它不是抗生素停掉 加上辅助的治疗 加上益生菌的治疗 它就逐渐地就恢复了 后来就康复 就出院了 并不是说 我的大便一天的次数 或者是几天的次数 就决定了到底是便秘还是腹泻 大便的性状是非常重要的 这几年我们临床上呢 特别强调合理使用抗生素 抗生素使用不合理 本来你治这个病 引发了另外一个病 到底抗生素对人体会造成 怎样的危害呢 我们来到宣武医院细菌培养室 我们在这里做个实验 我们将酸奶中 对人体有益的双齐杆菌 和能治病的大肠杆菌提取液 同时放在培养皿中进行培养 接着我们将抗生素 分别放入这两种细菌培养皿中 经过24小时的培养 让我们来看看两个培养民到底会有什么变化 可以看到抗生素只片周围没有细菌生长 这就说明抗生素在抑制致病菌的同时 还对肠道正常侵旋也起到了抑制作用 在实验中我们发现 无论是致病菌还是有益菌 都会被抗生素消灭掉 所以大医生提示 请勿滥用抗生素 否则会出现菌群失衡 导致其他严重疾病 所以我们听到产气的原因 是我们肠道菌群紊乱 那怎么能够让它们不乱 让它们都稳定下来呢 不像我们三位大医生都知道 一 二 三 病模式是吗 喝酸奶是吗 为什么没有我的 因为你的肌上有限 可能是想不到这一层的 王主任每次来都要告诉大家 我们要喝酸奶 酸奶的好处很多 补充有益菌 然后调节菌群平衡 就是喝酸奶 对啊 这是个很好的办法呀 这么简单 对啊 因为王主任老在我们节目当中 说喝酸奶很好 所以我身边很多人都开始喝酸奶 但关键是吧 有些人喝还可以 有些人呢 就喝出点尴尬的事来 不信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我自己感觉 茶道菌群失调了 一天到晚受胀 光放屁 喝了酸奶发屁更多 无论何哪种酸奶 发屁原来更多 这是为什么呢 医生 刚才你喝了这么多酸奶 你有没有想排气的感觉呢 没有啊 太少了 但是这个问题的确是发生在很多人身上 他喝了酸奶之后反倒觉得肚子里咕噜咕噜的就要开始产气了 酸奶每天都喝 没觉着就是会产气过多 所以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有的人喝 他就是越喝气越多 那他是不是不适合喝呢 吃友谊菌 并不是说吃上以后马上就觉得特别好特别舒服 在我临床上也是经常碰到这样的 吃酸奶完了吃友谊菌我们这都没有问题的 我排便是觉得好了一些 但是我气体多了 其实它的原来的菌葱失调是比较厉害的 补充进去这些友谊菌以后 那么这个友谊菌和友谊菌在里边战斗 这个我们进去的友谊菌就有一部分一部分的要杀灭这些 友谊菌或者是过路菌 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会产生大量的气体 比你原来排出的气还会多 也就是说他如果喝了酸奶产气的话 说明他肠道还是有点问题 证明在打架 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坚持 逐渐慢慢慢慢的 他觉得越喝越舒服 也就是说他的肠道比较稳定 也就是说我们得有耐心 得给这些友谊菌的时间 让他们帮助我们恢复我们肠道正常的性格 可能头几天 胖胖胖胖胖后两天就好了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这些东西所产生的气体 对我们人体本身的危害并不是特别大的 但是如果说从对生命有危害的这种气体的味道 要是出来的话 恐怕大家伙还是要注意一些的 有些味道的屁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排出来的这些气体标志着一个信号 说明你体内可能有一种疾病 它会影响我们的生命 也就是说在众多的屁当中 有一种屁是致命的屁 对死亡之屁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要命的屁 到底是个什么味道 是臭吗 那鸾主任你来 是这个 我觉得我先问问越越 你闻到的最臭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我有一次就是买鸡蛋 好久好久都没有吃 拿出来敲开那一瞬间我就晕倒了 晕倒了 臭鸡蛋味 我尝过的 不是我闻过的 尝过的应该是 臭豆腐 是那种臭豆腐 臭豆腐 对 这种小黑死了 没有人去过医学院的男生宿舍 那我们来揭晓一下 看看这种致命的屁的味道 究竟像什么味道 这是一个臭鸡蛋 真的是一个臭鸡蛋 扣起来吧 乐主任 好吧 好不好 蛋白质代谢最后出来的 腥臭 恶臭的这个味道 其实就跟我们臭鸡蛋的味道是一样 所以你要闻到这个 肯定你的胃肠道是有问题的 如果你要不注意的话 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 大肿或者是胃肠道的肿瘤 肿瘤会有这样的臭鸡蛋味道的皮 它等于是蛋白质代谢到最后 腐败的这种气味 在国外有一种小狗 它的嗅觉特别灵 它就可以通过去闻这个患者身上的气味 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癌症的患者 我们去跟随短片去看一看 很多癌症病人到了晚期 才发现自己得了癌症 错过了宝贵的早期治疗时机 现在研究人员研究出了一种嗅癌犬 可以在癌症早期探测出相关疾病 这些狗各个身怀绝技 研究人员从狗宫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培训他们用嗅觉来跟踪人体发生的化学变化 通过病人的尿样和排出的气体 嗅出恶性肿瘤的踪迹 准确率高达80% 在王主任的门诊 专门门口养一条这个狗 起到了 省事了 排查的作用 但是王主任是不是也在 就是真正跟患者接触的时候 有闻到过 确实是闻到过 臭鸡蛋的味道引起高度的重视 要除外肿瘤 对 这个 这是另一种致命的剃的味道 我们常常怕闻到一种叫做腥臭的一种味道 或者干脆的就叫说血腥味 但就说明这个消化道有出血 跟我们李主任他们比较关系比较大 因为他们老于使用抗凝药 没错 阿斯匹林 非常容易发生消化道的出血 不能又不治他心血管的病 那么又要注意到防止我们胃肠道的一些问题 你都大便里头有黑色的了 或者是有这种腥臭的味道 我们一定要去化验检查有没有出血 臭鸡蛋味的屁是肠癌的预警信号 而鱼心味的屁则预示着胃肠道出血 如果不注意观察将酿成致命祸患 其实除了排气味道之外 通过观察舌头也能判断体内机器问题 接下来大医生王化红会现场观众诊断 究竟舌头中隐藏怎样的肠道玄机呢 我看看您舌头 真的要看舌头啊 真的要伸出来的 西医大夫也看舌头 因为我们像这种贫血 我们叫恶性贫血 那个舌头是专门有特征性的 来 我再看看这位男生 好 我看看女生的这个 我们看这舌头 好好好 行了 我选这三个人 来 掌声欢迎三位 我们选上来三位观众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小游戏 我们看到这儿有一碗红豆 这有一个空盘子 待会儿鸾主人来计时 一分钟你要做什么 用这个筷子把红豆夹出来 尽量夹得多 夹多少个啊 对 来 现在倒计时 我说准备 王化红通过观察舌头 高出三名可能存在 肠道机器的观众 这三名观众 分别用一分钟的时间 加红豆 这究竟是什么测试 它将如何反映出 肠道状况呢 小游戏啊 并不是在为大家伙加豆 其实在你们不经意的期间 录像已经把你们 在加豆子的过程当中 所做的一个动作 完全记录下来了 小伙子平时是特别容易紧张吗 就是你加的豆子加最多 同时呢 你还做一个动作 就是不停地在做吞咽动作 我们叫做吞咽动作 没错 刚才在他们三个观众 在加豆子的时候呢 我在旁边啊 我悄悄地记录下来 他们每个人 做吞咽动作的次数 那个第一位的男观众呢 他吞咽动作呢 是14次 第二位呢 是个女观众 他做了12次的吞咽动作 而我们第三位 这个男观众啊 就有点紧张的这个男观众 他一共做了20次的吞咽动作 咽口水 也就是说在这一分钟里面 每三秒钟 他就做一个吞咽动作 啊 其实我们刚才摆 之所以摆这小伙子 给选上了 是因为舌头上 有很多的尺子 舌头两边 两边 我不知道小伙子注意了吗 没注意啊 不经意间 做吞咽的动作的时候 压到了我们的舌头 不经意的过程当中 其实呢 有大量的气体 经过我们的口腔 进入我们的消化道 吞进去的 吞进去的 包括像月月这种 每天都在说话 就把这个气体 都咽进去吧 吃饭的时候 我们一边聊天 一边吃东西 那么聊得高兴起来 哎呀 大家伙这个 张张的大嘴在这 可以说的 哈哈打笑 对 吞气 吞得比较多 我们叫吞气争了 不过小伙子 也不用紧张 你这个还不算多的 真正做的 就比较多的 就是你跟他说了 你不要在那再咽了 你越说他 他越往下咽 所以这样的话呢 可能是我们有大量的气体 进入我们类肠道 做精细的动作 会促使观众极其紧张 以观察是否有 吞咽口水的习惯 如果吞咽动作过于频发 则会大大增加 肠胃中气体含量 肠子以往会引发 严重肠道疾病 甚至是肠癌 那么有什么方法 可以减少消化系统中 过多的气体 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呢 我们其实有 叫做肖胀片 叫什么 叫二甲鸡硅油 二甲鸡硅油 大家会儿呢 就上药店里 你说我们买一点肖胀片 王主任你知道吗 我们的导演就到药店说 我要买二甲鸡硅油 然后他就买到了这瓶 三块五 三块多钱一瓶 就靠这个 靠这个 真的管用吗 真的管用 要不然我们就试试 做实验好不好 好 现场给大家看一看 来 他这写了 这边这个杯子里边 没有这个肖胀片 没有 那边的杯子有肖胀片 然后我们把皮鸡倒进 看它的沫是不是 对对对 有样的高度 这边就基本上没有 好了好了好了 可以了 可以了 看到了吧 我们应该是很明显的 那边因为有了 这二甲鸡硅油 你看 这个气泡明显的减少了 大家一会看 我们摇一摇 没有 没了 没了 你摇 这个怎么摇也摇不下去 越摇越多 如果我们把这个泡沫倒进去的话 会不会也被削掉呢 还真的 你再摇它 果然是 泡沫减少了很多 基本没有了 削泡器 非常显著的作用 如果大家会就是注意到这个吞气 那么注意到我们的饮食 注意到细菌 仍然不能解决问题的 大家会可以去试一试 这种叫削胀片 它是一个表面张力的一个吸附剂 那么它本身就可以把这个泡 全部都吸附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胃肠道里边的气体会小一些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呢 我们也提到过 帮助我们胃肠道的这个运动 好啊 大家一块来跟王主任学习一下 什么动作可以帮助我们 减少这种负胀的感觉呢 左手按着肚脐 在这个肚脐的这个方向 然后把右手放上 完了我们顺时针这么转 这么转 力度 这个力度呢 是你觉得舒服 基本动作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做50到60次的正方向的 然后反方向的 这样来进行按摩 我们临睡之前 早晨起来 空腹的时候可以 不管是早晨起来空腹 还是晚上睡前 都是躺着坐的时候 效果是更好的 我们让陈刚来坐一下 看一看 好 双腿微躯 然后最好这个时候 已经排空了尿液 否则的话按出来就不好 那大家一块揉的时候 有感觉的话 我们就释放吧 一直在说 未尝到机器产器 不是说人不能够排气 是一定要排气的 但是关键是排多少 是一个正常的量 我们准备了一二三四四个气球 来形容每天我们要排出的气体 我们找一个观众来猜猜看 到底你每天排出的是这么多 还是那么多呢 我们请这个漂亮女孩来试试看 这么漂亮应该是不排气的 神仙也是要吃饭的 是是是 知道了 来 我觉得是蓝色的这个吧 这个有多少王成高 大概300毫升 300毫升 折算成几个屁比较合适呢 因为你说了这是一天的量嘛 那你觉得每天几个 没数过 五个 一天五个 美女就是这个量的啦 来 掌声感谢这个女孩 谢谢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吗 有不同的意见吗 陈刚你猜的是哪个吧 陈刚啊 他刚才已经举起来了 陈刚真的假的 觉得是蓝色的这个请举手 我看跟这个女孩选择是一样的 好 有人觉得是这个吗 举起来我看看 谁产气这么少 支持橙色的那个请举手 举手的人最多 这个人比较多 红的咧 红的没有 红的有吗 没有 大家都被吓到了是吗 王成刚正确答案请公布一下 欢迎收看北京卫视 由北京同仁堂家卫逍遥玩 独家光明播出的 我是大医生 就是橙色的 好 掌声鼓励一下大家 特别棒 其实我们每个人 每天的排气量 大概是500毫升 如果折合成这个单个的话 就是把500毫升 分成多少个放出来 什么声音 鸾主人在玩气球的声音 我以为你啊 正在做实验 我又没合作呢 如果折合成单次量的话 大概是14个 每天14个是正常的 吃进去的气 细菌所产生的气体 还有就是我们本身代谢出来的这些气体 300到500毫升 我们的胃肠道是正常的话 只有说你在一个静气的状态 比较安静的状态 或者是你一次气体出来比较多的时候 你才有这种感觉 虽然说我们一天有十几次的排气 但是我们真正的能够感觉到 一般的正常人 就像这样 四到五次 这位漂亮女生应该是说的是对的 她说的是有声响 引起他人惊觉的这种 也就是说这种显性癖是四到五个 还有十个左右的隐性 是隐性的 哇 好高端啊 李医生一讲完之后 这些事情变得很神秘 像李医生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教授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坐在台上 你总不至于发出这种显性的声音吧 所以李医生都是隐性的是吧 你不要这样乱说 如果是我这种 比如说产气量这么大的情况下 他真的会 就是像我们平时开玩笑说 说你怎么一天到晚在排气 都在污染房间的空气了 说到这儿呢 还真有这样一组数据 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他们有一个报道中呢 就指出了空气中的 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 这个水平呢 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 甲烷里面五分之一的组成成分 都是来自于我们的P 五分之一 我们是造成气候变暖的原因之一 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 不见了一小时四个 还有很多人未尝到不好 贡献那么多 他越不好贡献的越多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但是像大型的动物 比如说大象 成颈鹿和马 他们放的P 才是真正的这些 P中之P 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出 牛羊大象等反除动物 在消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气 主要是甲烷 而甲烷通过打嗝 放P的方式排放到空气中 而这种排放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污染 此外 哺乳动物的排泄物 一般会产生一百多种污染气体 单单全球10.5亿头牛 所排放的废气 就远远超过了汽车 飞机等人类其他交通工具 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 有一些场合 我的确是想释放 但是我不能释放 我就把它硬硬地憋回去 这种对身体有没有害处 真的是有害处 就是说我们在上胃肠的这一部分 肯定是从口腔要出来的 下胃肠的这一部分呢 可能就要排出去 那么你如果要排出的这部分气体 排不出去的话 反回来了 谁打出来 不是 不会 不会走那么远的文医生 就要经过我们的肠道 那么再处理 结果它又通过肠道的这种血液 把你的气体要是吸收回 吸收了 就比较麻烦 该放就放 对啊 要放得下了 如果说大家会觉得 这个排气不太哑观 特别是女生嘛 要面子 那不行 我们就上一趟厕所 上厕所没有问题吧 或是放了特别特别特别臭的屁 就是散不掉的话 就划一个火柴 立刻在那个火光 对 出来那一瞬间气味就消失了 会吧 会的 我们刚才说的二氧化硫 这种氢气和我们产生 临所产生出来的气体 那么就终活了 肠道内气体 由细菌 饮食和消化代谢产生 每天排气14次 排气500毫升 是健康的代谢表现 如果产气过多 无法及时排放 则会引发致命疾病 那么哪些食物 会让我们产生 大量肠道气体呢 来吧 我们找一个观众 来挑挑看里面的 产气食物 好不好 来我们请这个女孩 选出你心目当中 产气的食物 黄豆 豆类 萝卜 还有豆腐 豆腐 就是你也是听家里人说 吃豆子爱放屁是吗 对 还有家里人总说 这个萝卜是顺气 对 那这边呢 没有你想要选的吗 洋葱 洋葱应该是 洋葱是产气的 产出来的气味 还是洋葱味的 好吧 来谢谢你的选择 谢谢 来 这一部分 梁是这样 米是比较少的 豆类是比较多的 其实我们这个芋头 包括白薯 红薯应该也都是产气的 土豆 土豆 这都是产气 都是产气的 对对对 从水果来说 苹果是也产气的 苹果也产气 瓜类的还好一些 这个萝卜 萝卜算菜 萝卜是比较多的 洋葱 奶制品呢 主要是看我们有没有代谢 这些奶制品的煤 如果要是有的话 它产气是不多的 对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 它不仅仅要产气 而且要腹泻 吃什么会放特别臭的品 为什么会有特殊的味道 对 我们吃五谷杂粮 所产生的这种气体 还是比较清淡的 我们排出气的味道 是比较正常的 或者是非常正常的 就是开耳 开变 对吧 给孩子换这个东西 它不是那种臭味 随着年龄的长大 随着我们进食这些东西 越来越杂了 完了这样气体就会越来越多 那么这样的味道 也可能会越来越重 如果说我们是能够忍受的 这个一般是正常的 吃面啊 吃米啊 或者是吃薯类的 都还是可以的 如果说我们吃豆制品 大豆黄豆 叫做豆皮 一个豆一个皮 十个豆一串皮 好像 有这说法 所以它那个味道 就是跟豆类这种有关系的 再有呢 就像我们这个萝卜 萝卜皮 对吧 大家一门这个屋子里 老龙你吃萝卜呀 完了就 它肯定 要是吃韭菜 这就可能会出现 有韭菜 有韭菜的那种味道 花菜所产生的味道 可能要比它们还要重 最重的是十字花嗑啊 西兰花 这个会让我们放出最臭的屁 你最喜欢吃就是蒜蓉西兰花 我很小吃这种东西 但是菜花也算十字花嗑 那个我倒是挺喜欢的 吃完菜花也告诉我们一声 那么这些 到底是哪些食物容易产气 我们来看一下食物产气的排行 欢迎收看北京卫视 由北京同仁堂 家伟逍遥玩 独家过名播出的 我是大医生 产气最少的 饮料类产气最少 倒数第二位的是奶类的 乳类的 第三猜猜是什么 水果了 水果 第三位的就是蔬菜 第二位的是什么 骨类 第一位是什么样 豆类 刚才大家伙吃的都非常贵 吃了这么多 生活当中也不可能 因为它产气多 我就不吃它 因为豆类还是优质的 蛋白的来源 但关键是我产生了 这么多的气体 我得想办法把它排出去 不能堆积在肚子里 对 是的 气体产生的比较多 那么可能这种豆类的 可能要少吃一些 而要偏重于蔬菜和水果 那其实说到蔬菜水果了 我们这儿有一个芹菜 芹菜呢 其实它这个纤维比较粗的 那么一方面呢 有利于我们排练 同时可能对于我们气体的排出 那么减少气体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什么疾病会让人生不如死 太折磨人了 让你的生活没有意义 更年期后的女性 是最容易发生的 小小的疾病 怎会惹出大麻烦 很多人呢 它是把它作为一种隐私 最终不可逆的损伤 对 病员寻根 竟让人震惊无比 就跟厕所的布局有关系 您家的厕所 到底隐藏着什么危险 有命运麻麻的细菌疤 怎样才能让您远离 这种难言的癌症 北京卫视下周二晚 我是大医生 敬请期待 本栏目合作伙伴 瑞瑞士健康物 还是温馨提示大家 下个星期二晚上 请订阅收看 北京卫视 我是大医生